來,這題超級重要 這一題 超級 超級 超級重要 這一題是這一張 最重要的 那為什麼呢?我簡單跟你說明一下 因為他這一題問了兩個重要的問題 一個是 好,那重點在哪裡?重點在於說 主席人每次換座位 我們不能放棄這個人 好不好? 好,那重點來了 他這一題 為什麼重要? 因為這一番其實問了一個比較 實際的問題 前幾題他都給你的表現 請多留一點 嚴格說起來都留一點 簡單 但是不太合理 好,這題還有兩個人 我畫了誇張一點 這一大一小 好,那在一輛車子上面 好,那注意喔,他今天呢 在車上行走 以相對於車 每秒兩公尺 這就圈起來了 相對於車 那我跟你說明這個概念 是說 他為什麼給你相對車的速度 這個感覺很少 我覺得麻煩 那如果他講的概念 其實這個才是比較實際的一種 一種情形 好,我出來舉個例子 我比較喜歡舉個例子 就是那個 來,那個 沒中 我聽一下 我講這一點聽一下 我比較喜歡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就比方說 你如果坐在輪椅上面投籃 你如果輪椅是煞車 把煞車拉起來 你投籃 跟你把煞車放掉 你投籃會怎麼樣 輪椅可能就怎麼樣 會後悔 那這兩個丟出去的速度也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車子可以動的話 你丟出去的時候 你會有 車子會有相反你的速度 所以你丟出去的速度 會比你 靜止的時候 就是把車子殺住 丟出去的速度來怎麼樣 小一點 這樣沒有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概念 換到這裡來想 就是說 今天有兩個人 我們先把它簡化 先一個人 所以喔 假設這個人呢 站在路上走路 一般走路的速度 不要每每每每公尺 其實差不多啦 沒有每每公尺 差不多是那個 每般走的差不多 時速差不多 六到八 你換這個速度 差不多 那你今天換成 站在一個 台車上面 可以任力動的 台車上走 那請你走的速度其實是一樣的 對不對 但是外面的人看會怎麼樣 你速度會比實際 在路上走的速度 稍微怎麼樣 慢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一邊在走 車子一邊怎麼樣 往後 知道有聽懂嗎 現在關鍵在這裡而已 就是說 其實你人在走動的時候 車子怎麼樣 紅色的往後在走 這樣給馬來會領 所以要搞清楚 所以這時候你的速度 會比你一般在走路的 就你 你人走在一個 走在平地上 跟走在台車上 就會變慢 對吧 可是實際上 你走路的速度是一樣的 這樣有沒有 所以 你今天 這個就有點像我 或者再 我換一個例子 就是你 有看到人家那種跑步機嗎 有沒有 你跑步機在那邊跑 你會怎麼樣 沒有 我旁邊在看你在幹嘛 你在原地 對不對 那你在跑 速度是怎麼樣 是跟你在平地上 速度是一樣 那些差別的 那些是 剛好 跑步機的 他的那個 那個 鋁帶 跑的速度 跟你的速度剛好低下掉 所以 我強調這個觀念 就是說 其實前面那幾集 他給的時間 他就跟你說 我丟出去的球 我速度多少怎麼樣 那個都是簡化的情況 我在舉例 像前面丟起的你們一樣 我如果在 丟起我的速度是多少 好 比如說王建律時速 150 150 好 那他如果在一個台車上面 把球很容易丟出去 他速度會150 我還可以撐 他人跟翅膀 我都退 但是理論上 他相對 台車速度還是150 這樣可以嗎 因為他 他的手 會丟出去力量 那個都是固定的 所以我走路速度行 就是相對 就是2公尺 但是在台車上走的時候 你速度已經不是2公尺 我搶這個 換他先生 好 所以這題明明其實理會這個問題 所以不要 就是 主要是看 我以前高空在算中間 我就覺得很不爽 比如說中間不是找麻煩 幹嘛給我先對速度 你給我先對速度 馬上算 超簡單 但仔細想 這個有辦法 好 第一個 他說人走路的時候 滑車速度多少 注意喔 所以只有人在走路 現在關鍵在這裡 人在車上走 他 有沒有受到外力 有沒有 沒有 又來了 所以怎麼樣 動量怎麼樣 手 這樣沒有 有 0 好 所以現在關鍵就來了 這是什麼事 所以這時候 本來動量是0 原來還沒走 所以是0 那後來也變成100公斤的人 你知道嗎 V1 我來寫一下 所以他真的速度假設是V1 M 那真的速度假設是V2 好 那車子可能不要說是V 舉例 車子應該往左 因為重的人 往右的話是要往左 好 把他叫V1 這個 但這個往左 你不要理他 你要搞清楚 你不要可以寫負V 他這個V字 他的數號在那個 在那個符號裡面 好 好 所以看到搜索的解答法 動量是0 100加V1 加上來50 現在V2 加上200 V字 OK 就這麼簡單 動量是0 原來是0 後來每一個資料 比如說這樣加上 可是麻煩的是 注意喔 第一個容易犯的錯誤在這裡 有同學就怎麼樣 我這裡就帶2 好 這裡帶-2 這樣有一個往右邊走2 一個往左邊走-2 好 那這樣錯 我剛剛解釋過這樣錯的原因 因為 他在走的時候 車子也在動 好 所以注意喔 這時候就有很重要的概念 我要把它顯示 我們就用相對速度來看一下 這個其實 困難 這個 可能深處掉都困難 為什麼 1相對於車的速度怎麼做 就等於V1怎麼樣 減V車 所以這個 這個要選過 有沒有 好 那2 2 2號這個人 他的速度呢 相對減速 減V2怎麼樣 減V車 我要跟你提醒喔 至於你的關鍵在這裡 你要把這個相對速度4 寫出來 要不然你定錯 可以往這裡 好 好 那再來一個容易犯的錯誤在這裡 因為1號的向右 就寫2 可是2號向哪邊 50公斤的向左邊 向左你要寫什麼 負2 好 這要寫一下 這要寫一下 這時候我把它帶進去的時候 這時候V1要帶多少 我的V2不是帶2的 你看它在怎麼樣 2 其他什麼 V車 因為我的速度還是這樣減的速度 好 那這個 50公斤這個速度還是負2加V乘 OK 所以這個我是當然用比較嚴謹的寫法寫給你看 那這個很有關鍵 就是說其實你遇到這種相對速度也不用擔心 怎麼說咧 它往右邊走的時候 那實際的速度就還在像車的速度 就是很簡單 那我強調你一定要寫加不要寫減 為什麼 因為速度有正有負 我加一個正的就是加 加一個負的就減掉 所以你不要寫減 無論車子往哪邊動 你都是寫加V車就對了 這樣沒有 所以一個是2加V 剩餘是負2加V車 這個可以直接寫 說真的 但是你如果不確定 還是慢慢把它寫出來 好 那如果我都寫出來自己就簡單 這時候就變了 變成呢 好 我們接算 這得到V車的這得到 350V車嘛 剛剛代言所以350V外 分之到 200-100變100 移過去變成負的 要小心 所以就是負100 所以咧 它的速度其實是7分之多 這樣可以嗎 而且我不希望 我希望你不要只是算出來 你要去想 這時候咧 我的V1其實是多少 對喔 我的V2其實到 我的V1其實到 7分到12 可以嗎 那我的V2其實到 7分到-14 沒錯 這樣可以嗎 所以 他們在走的去外面再 以示快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 7分-16 7分-16 那為什麼它會快 因為很簡單 我兩種信號是2 你跟正那個-2 那車子是往左邊跑 所以它相對 它又往左邊 車子往左邊水 它是不是會變快 那它往右邊 車子往左邊水 它變慢 這件事情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 第一個 這個是一個重點 要是給我反而搞清楚 好 剛剛給你消費運動 好 第二題咧 看一下 那算你兩個咧 各自走到端點之後咧 滑車移動多少距離 好 這也是個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就想 好 那動量是我的嗎 所以咧 我一開始的時候動量是0 對不對 那我走到端點之後咧 速度變多少 我走到端點就停一下 速度變多少 也是0 這個神奇的對不對 所以結果怎麼樣 0等於0 我靠 你寫了一個厲害的式子 你證明了一個厲害的定理 0等於0 然後結果答案怎麼樣 還是說不出來 那問題算哪裡 因為 我強調這是一個 我之前跟你說明過 這是一個近代的問題 它不是說你當時的速度 而是說你之後 最後咧 移動了多少 好 那我要提醒你的觀念是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你在走的時候 我再舉個例子 這個 我昨天要稍微說明過 我先把它簡化 假設我人站在台車上 會發生什麼事 來看一下喔 我實在可以看到 我在走的時候 剛剛是 你要去思考 走路的 走路是怎麼樣的 云暖前進 一般走路是 摩擦力在我前進 可是你站在車上的時候 你是怎麼前進的 是車子的摩擦力 讓你前進 所以你前進的時候 車子同時也會受到 力量怎麼樣 往後 這樣看 這很重要喔 所以你在走的時候 車子也同時在反而動 而且你走越快 車子就速度越快 為什麼越動要鎖 動量絕對多少鎖 很重要 而且無時無刻 通常都是0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重點來了 所以怎麼樣 我今天走越走越快 車子就越快 可是我快到了之後 要怎麼樣 要減速嘛 那我越走越慢 車子怎麼樣 也越慢 我們煞車是一樣的 當然所以我停下來瞬間 車子怎麼樣 也停下來 那我發現到一個重點 所以我走的位移 跟他的位移 其實可以算法 我把它V乘P 但是我的V在變 那怎麼辦 也還好 你把V對時間做積分 就可以算數兩個個次的位置 那當然不會那麼麻煩 那 不過等一下示範一個 有同學會 這個其實我們常常這樣算 就是用懵的 但是 也可以啦 但是你要知道中間的差別 好 所以 怎麼懵的你知道嗎 超五秒 欸 超五秒 欸 果然很 果然有費分 為什麼超五秒 你知道嗎 對 因為相對數是二啊 他走十公尺還花五秒 所以你要想像他嘛 他如果從頭到尾等數一頭 當然實際上不可能嘛 實際上你是加速在減速 對不對 那你就想到他等數在動的時候 車子等數在動 那這個時候你從車子位就得到 七分之二乘以五 得到七分之十 打得出來 好 這個其實 實際上書寫不難 因為我發現額頭很自然的 就想到這一招 但這樣算是有點是 是懵的啦 但是其實你真的去想 其實也是合理 因為 我其實實際上是加速在減速 但你可以當成我從來都會減速 好 所以這樣其實是可以算出來的 因為你一靜止的話 你要加速才會有速度啊 好 那你走到端點的時候 你不一直繼續加速往前走嘛 你總是要停下來 好 但是這題有什麼趣 你最後如果走到端點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靜止 有沒有關係 你沒有關係啊 對 我如果走到端點的時候 我就跳出去 車子就去動 也沒有 但那個瞬間就算有速度 他的位也是都一樣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走到端點 可能最後是停下來 可能走到端點的時候 你只要速度衝的 衝出去 無所謂 反正你只要在端點 兩個都在端點 好 然後車子的位就已經7分之10 OK 所以第一道很教練 就剛剛看 很好 剛剛聞 聞聞聞聞聞聞是聽誰講的 你自己想的嗎 非常好 但是你不要自己想 再問好 我跟你講 你這個叫做什麼這樣 這個就是 你有 你有本錢 想 但是你要再細節 要再知道 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我也不要生氣了 要開雙門 好 好 那現在總結了 我們來算一下 十七中的總算 十七中的觀念一定要來的 這時候我們會用一個關注量 因為既然不受外力 我的執行位移就得到 一定會等於力 好 這跟動量守門是同時成立的 好 那條件是他一開始是禁止 好 那執行位移等於力的話 我的執行位移公是怎麼算 就等於sigma mi 分之sigma mi 等下 ri 好 好 那重點在這裡 這時候咧 我把這個層過來 層過來就不見了嗎 還是0 好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 很多時候 甚至以後我就直接寫這個詩子 你要知道他的意思 好 好 那我就把他概念 所以這時候還好 你看這時候就不見了 就等於一個 一百公斤的走了幾公尺 一般你會以為他走十公尺 但是不要忘記 車子怎麼樣 你會動 好 你一走走走走走 走過來之後他最後怎麼樣 他往前面走 好 這樣給你們 因為這樣比較錯像 我還是畫一下 因為他們是三個 車子也是有三個問題 兩個人加一台車 好 我畫這個感覺給你們看 其實他的重心應該會在怎麼樣 中間邊哪邊 邊左 看一下 應該理由上 他的執行 他們 我畫給你們看 他這個人執行在這裡 他這個執行在這裡 他們三個空洞執行可能就是在這裡 所以他走過來之後 他等於是一個對稱的情況 怎麼說呢 他走過來之後 他等於是一個對稱的情況 怎麼說呢 他走過來之後 他其實就會變成怎樣 走過來到這邊來 所以你注意喔 他會怎麼樣 車子 這大概移動 這麼多嗎 好 那你注意喔 所以車子後來感覺在這裡 OK 好 那這個時候是怎樣 小 小支的在這裡 大支的在這裡 而且他對稱喔 有沒有 所以後來執行在哪裡 也是在重點 看沒有 你想想他是一個對稱的情況 所以他如果這邊距離如果是低的話 他後來距離怎麼樣 也是低 好 這又另外一招了 等一下我算給你看 我們可以直接算執行位置 然後是很適合 可以 好 好 好 接下來這個 火焰 好 沒有對 然後他偷吃 偷吃什麼 沒關係 要吃沒關係 好 那你看喔 所以重點來了喔 這時候第一個 我們現在用這個瞬間看喔 我的位影 先看我剛剛講的關鍵在這裡 因為其實這個 我雖然乍看這裡走10公尺 但是因為車子移的嘛 OK 那這邊話題 就有時候同學會 會寫實減的意思 其實也OK啦 但是我今天你都是用加 因為有時候很複雜 你比較複雜沒關係 你說加點錯就完了 所以你就加一個付的 會影嗎 所以那你可以就是付的 所以你就要寫加 這樣他答案自然 正副的話他自己就會確定 好 再來呢 50公斤的人 他走了幾公尺 他其實是50嗎 加一個意思 可以嗎 最後呢 再加一個200公斤的車子移動多少 移動呢? 這邊的觀念是每一個人的質量都請他的位移 答案幾個就出來了 所以結果呢 X就出來了 350 分之類 一塊變成500 我這邊很強調這幅畫你要注意 所以結果得到等於7分 push 這樣沒有 公尺 應該這樣 如果是說那一領執行不會影響他原來的民眾狀態 那因為這些執行太深緊張了 好,ok 好,那再來我要再示範一下 剛剛除了剛剛有沒有講的 我就直接7分之2只有5 打野內隊 那這一招,我再講第三個辦法 我可以算,我就這麼去算執行嘛 因為執行坦白說還是比較符合直覺 因為我說真的,我以前我在高中算這種題目 我都是用執行在算 好,我反而但那是一開始不守完覺得有點 興趣 但是,你帶久你就發現那個方法其實最好用 好,那個就是 你不用去畫這些圖,不用去想太多帶你去大陣隊 好 就這個圖 你就不用去畫什麼執行的位置什麼的 就這些,每一個位置帶你去就好 那如果他沒上這區 上這區是不是都無所謂啊 無所謂 也都無所謂 他方便就在這裡 那這樣子做的缺點是 像我剛剛這一次,他互相走到端點 我提供有改的說,比如說 這個走到中間 然後這個走七公尺 然後怎麼樣 你要執行就算兩次了 那你這個的話就直接 比方說他走到中間 我這就在五 然後他走到七公尺 這就在負七 然後他就出來 你會發現他怎麼改這題 就四字都一模一樣 你知道他聽了聽看 把那數字提進去,打就出來 好,那個好處是這樣子 好,那執行我們來算了 我算看看,這在列上 執行的位置在哪裡呢 好,說三年很簡單 一樣得到 一百 加五十 加兩百 OK,好 那這邊我要提醒你 這邊我們習慣上 座標我們都是令左足為0 好,那這邊 這邊就有技巧 我這邊記得 你稍微動耳氣 就不會用左邊當0 因為你這樣算算之心的五句是這一段 那你還要用五去解 所以這邊技巧 我就令中間等於0 好,這樣比較快 所以這時候變成了 就兩百 的位置是0 好,那一百的位置就得到 就等於負 可以嗎? 然後呢,五十公斤的位置 就得到等於正 這樣可以嗎? 好 好,結果就算出來 就等於三百五十分之到 負的了百 所以其實等於負的到七分之五 看到沒有 也就是說這段距離是七分之五 這段距離當然也是七分之五 好,所以加起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七分之十 三百五十分之五 是三百五十分之五 快點 變成十分之五